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的产品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看淡 强调生产线上的每只手机都要像自己的小孩一样 全力做到无瑕疵 无缺点 让所有顾客都能心满意足 来自中国大陆以八核心处理器 搭配16G储存空间 4G网速 1300万相机画素 还有5.5寸720pHD荧幕 透过自行大小的调整功能 不论任何年龄的使用者都可以轻松上手 最重要的这款全新发行的酷派大神F2手机 价格更是清零 每只只要新台币5490元 配出来价钱将是非常的竞争 就是售价是5490块钱 那我们会配合在PC Home 手卖 那限购皮套以及抢购皮套 网速比较快 所以这个产品是4G产品 4GLT产品 它的下载和上网都非常快 那这也其实用户蛮关注的 手机是每个人在线阶段 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那么我们库拜是始终秉持着坚持 就是一种不凡的精神 行动装置已成为现代人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 选在耶旦佳节来临前 在中国大陆年宵超过500万只 拥有1500万名粉丝的酷派手机 正式来台发表上市 首场宣传造势记者会 不仅播放重口味的影片 吸引消费者目光 还要让消费族群看得到也吃得到 在主持人的带领下 参与体验活动的3C玩家们 开始将大选手机变成赛车方向盘 超大荧幕带来的震撼效果 真的让体验的玩家们完全不想凶手 而另一个更让他们放不下手机的理由 则是时下年轻族群最爱的自拍功能 这款内建手机的相机 其实对我们喜欢自拍的女生来说非常方便 因为她的这个镜头呢 就是自己自拍的镜头有500万画素 而且还可以连拍 可以一直按着 它就会一直咔嚓咔嚓咔嚓 大概有9个画面 所以非常方便可以帮你抓到 你最漂亮的那个镜头 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 手机的功能也必须更多元 酷派F2智慧型手机 不只能玩电动自拍这么简单 想要做到左营HTC 右级小米 浅恳苹果后养三星的目标 只靠这些功能 吸引特定消费族群 肯定无法传出销量 当然还得有更多的特殊价值 拨号的时候呢 我直接按锡 它就会直接到拨号盘 拨号盘就直接去多我的电话 那不外乎有所谓的意义就是 browser 就是email的部分 还有end就是音乐 再来还有就是上 下一页 往左往右的部分 是切换一个所谓歌曲的指示 我们酷派大神F2 非常有信心 用这样的价格 用这样的性能 用这样的软体 QUI 我们绝对有信心 可以跟其他的品牌 来做一个竞争的动作 面对进入战国世代的 台湾手机市场 酷派执行与闲销团队 有信心在海外市场首站 就打赏知名度 靠着绝佳性能 实惠价格与售后服务 不仅要常占台湾市场大饼 还喊出年销无数万只的高量目标 看来这支目前市场上 最新鲜的手机 能不能真的这么神 就看消费者的接受度有多少 跟我们一起 媒体大多朋友 我们一起 很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